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做了一个测试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M1版本的MacBook Air 8加256G的笔记本 我在上面运行了一下古墓丽影时代崛起这个游戏 看看M1芯片这款不带风扇的笔记本玩游戏的效果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多年前的游戏了 我也非常喜欢玩,9代、10代我是特别喜欢玩的 我记得那时候还是用一块650Ti的1G显存的响卡 玩的这款古墓丽影时 虽然画面不好,帧率也比较低 但是玩的不亦乐乎 特别是在雪地的那个场景,卡的一塌糊涂 还有一个是在女巫的那场战斗场景 也是卡的一塌糊涂 估计也就20多帧,但是竟然通关了 后来我买了一个GTX1060的响卡 也玩了一遍,但是只是做做测试,并没有玩 这个视频也只是做一个测试 录制画面用的是4K分辨率 外接了PS4的手柄用蓝牙的形式连接的 进入游戏的时候,系统默认给设置的是800x600的分辨率 而且锁在了30帧,而且是低特效 这个游戏来自于App Store,从苹果应用商店下载的 我做了两个测试,一个是系统默认的测试 就是800x600,低特效30帧 可能是锁了帧率的缘故 它最后测试的结果都是30到60 后来我又设置成了1080P高特效 测试之后成绩和800x600低特效是一样的 也是30到60 后来我还用1080P的高特效玩了一会儿 玩了一下就不敢玩了 其实画面和帧率都还可以,可以玩 1080P30帧到60帧 可是这个温度啊,CPU的温度已经来到了100度 平时也就三四十度 一玩这游戏来到100度就不敢玩了 怕给它烧了,因为它没有风扇嘛 只是做了一个测试 我的讲解就到这,各位慢慢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Ant便乱 打赏 明显 选择 體能 多 我 我不畫 空 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